这几个人正在酒吧拍照 突然停电一片漆黑 走出酒吧 发现夜空中出现了无数外星生物 它们缓缓地坠向地面 其中一只飘向了人群 人们吓得纷纷后退 等不明生物到达地面 却突然瞬间隐形 一名警察见状 小心翼翼地走向前 缓缓地用警棍触向它 人们被吓得四散而逃 另一名警察连忙开枪射击 子弹却在碰到不明生物的瞬间 就化为了灰烬 之后 成群的外星人开始追击人类 凡是被他们触到的东西 立马就化为灰烬 众人慌忙地跑回了酒吧锁上了门 但门瞬间就被外星人破坏 眼看外星人就要来了 有人朝远处地面扔了一个燃缩弹 外星人因此被暂时困住 但紧接着 一个外星人就发射了一个冲击波 其余人慌乱地跑下了地下室 他们关上了地下室的门 但楼上的惨叫声不绝于耳 地下室的几个人也吓得瑟瑟发抖 幸运的是这里是一个储藏室 里面有丰富的食物 接下来 在地下室度过了五天之后 小帅提议走出去看一看周围的状况 于是几个人缓缓打开门 捏手捏脚地走了出去 外面的环境已经是一片狼藉 大街上空无一人 地面上全是灰烬 这景象宛如四季末日 几人决定前往大使馆 但当他们走到一座大桥面前 发现大桥已经坍塌 桥下面则是一艘已经被损毁的驱逐舰 无奈之下几人只好另寻他路 在他们路过一个广场时 几人看到了一辆警车 小帅和小库跑向警车 他们希望找到一些物资 就在这时 一只狗狗从他们身边飞奔过去 对着空气不停地狂叫 然后 狗狗瞬间就化为了灰烬 小帅大喊着让其他人躲进商场 与此同时外星人已经快速向两人袭来 二人健壮急忙躲进了车底 幸好外星人并没有看见他俩 外星人走后 两个人赶来商场和大家会合 这时 在商场中央 他们看到了一架坠落的飞机 小帅告诉大家 刚刚外星人经过电子设备时 那些设备就会自动通电 于是小帅让大家带着灯泡 如果灯泡亮起来 就说明外星人在附近 夜幕降临 商场里的路灯突然开始闪烁 小帅一动不动 外星人从小帅身边经过 静止来到了对面 外星人此时已经慢慢接近小美的位置了 突然 小帅出现在小美身后把他拉了起来 然后躲在了玻璃门后面 外星人走后 几人快速地逃离了这里 等他们终于赶到大使馆 却发现大使馆早已千疮百孔 他们往楼上走去 衬衫男从地下捡起了一把步枪 说要留在楼下 小帅几人从楼上窗户望去 远处外星人正在疯狂摧毁建筑 突然 一阵枪响 原来是衬衫男 小帅和小库赶紧下楼去阻止 可是等两人赶到时 衬衫男已经被一群外星人包围 衬衫男瞬间灰灰烟灭 两人又重新回到了大使馆 他们看到远处楼上有灯光 于是决定前往那个光亮的地方 在这里 他们发现了大胡子和小女孩 房间里被大胡子布满了铁丝 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铁笼 大胡子解释 这样做是为了屏蔽外星人的电磁波 这时 小帅从大使馆带来的收音机收到了广播 广播说海军准备了一艘核潜艇 在寻找幸存者 大家感到十分惊喜 准备前去寻找核潜艇 此时大胡子拿出了自己研制的微波枪 就在众人准备出发时 由于小美刚才没有关好铁门 外星人找我过来 大胡子端起微波枪朝外星人射击 外星人的护盾被大胡子击破 露出了原形 大胡子准备开第二枪 但枪却在这个危机关头卡住了 一不留神 大胡子也去见了上帝 小美的闺蜜在逃跑的时候 不幸被外星人抓住 也化为了灰烬 现存的几人逃到楼下 身后的外星人依然穷追不舍 在这个危机关头 他们几个人遇到了几个俄罗斯的武装人员 这些武装人员手持重型武器 对着外星人就是一阵疯狂输出 外星人败下阵来逃走了 细心的小帅从地上捡起了一片外星人的碎片 武装士兵听说小帅几人要去找核潜艇 于是士兵们决定护送小帅几人 他们现在需要穿过地铁 便朝地上撒满了灯泡 地上的灯泡瞬间全部亮起 他们赶紧跳进旁边的地铁轨道 可小女孩却没能来得及跳进去 而且被外星人的触手困住了 危急关头 小库挺身而出 救下了小女孩 但小库却因此被外星人拖走 也没能逃脱灰飞烟灭的命运 逃出来的几人历经艰辛 终于来到了河边 这时外星人正在摧毁河边的建筑 就连他们旁边的建筑也开始坍塌 众人一下子掉进了河里 万幸的是潜艇及时救了他们 但死里逃生的众人却发现小美不见了 这时他们看到了小美发出的信号弹 小帅几人决定前去营救小美 顺着轨道走过去 他们找到了小美丢弃的背包 但这时外星人却突然出现 小帅拿起微波枪射向外星人 把外星人的护盾打破 其余几人趁机快速射击 外星人被击沉了碎片 大家欢呼了起来 终于知道了对付外星人的方法 此时的小美也听到了大家的欢呼声 最终小帅在电车上找到了小美 外星人却启动了电车 小帅对着车上的外星人不断射击 但微波枪只可以破坏外星人的护盾 而无法产生其他伤害 又是一个危急时刻 小帅掏出了之前解报的外星人碎片 朝着车上的外星人用意一扔 车上的外星人竟然当场爆炸了 另一边的几个人这时候通过配合 已经击杀了三只外星人 最终几人一起来到了河边 终于登上了河潜艇 河潜艇带着他们朝大海死去 小帅和小美也得到了幸福的结局 过上了没羞没少的生活 我是阿古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了您呢